姐妹早安 感谢主 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 你要知道 你一打开圣经 你就来到 施恩的宝座面前 上帝的恩惠和慈爱 就会源源不绝地 临到你的身上 感谢主 我们一起来读 真言十九章 今天我们要读十九章 我们一起来读 真言十九章 因为太棒了 每一句话 都是给我们 有生命的 生活的智慧 这边告诉我们说 人心多有计谋 唯有耶和华的筹算 才能够立定 因为弟兄姐妹 我们常常 为我们自己筹算很多 但是学会怎么样 来依靠你的神 只有神 才能够真正的定夺 那我们看前面 有一节圣经说 趁着有指望 要管教你的儿子 你的心不可认他死亡 趁着我们的孩子 还可以受教的时候 等到他不受教 我们再来管 就来不及了 就来不及 所以求主恩待我们 让我们有智慧 把我们的孩子 带到上帝的面前 有一个姐妹 要我为她的儿子祷告 当我为她祷告的时候 主就感动我 为她祷告两件事 第一个 我求神让这个孩子 从小就有一个爱神的心 爱神的心 那一个人会爱神 她的一生的道路 就会在上帝的恩典的保守的里面 那第二个 我为她祷告的是 求神让这个孩子 从小有一个敬畏神的心 一个会怕神 他就会不怕人 那很多的人是不怕神 他却很怕人 你怕人却不怕神 这是不合逻辑 可是大部分是这样子 一个敬畏神的人 他必然得到生命的智慧 他敬畏 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当他敬畏神 他的一生的道路 就会走得正直 那很可惜 很多我们特别 我们华人 父母很注意的是 他们的血液 却不注意 他们的生命 他们的生命 所以我们教会 对儿童的服事 我们就建立了一个 君王之子培育中心 我们只是要让每一个人知道 我们对待我们的孩子 我们是有目的的 我们要训练他们 让他们的品格 像一个君王的孩子一样 让他们的情操 像君王一样 这样子的高潮 我们希望将来 在他们的未来的年日 他们其实成长得很快 再过五年十年 他们很多人就已经上大学 那可能有一些比较大的孩子 十年以后 他们就已经进入这个社会工作 那弟兄姐妹 希望他们在这个培育中心 在这个君王之子培育中心 经过几年的时间 让他们的性格 他们越来越高超 未来他们可以进入社会的时候 他们已经预备好自己 每一个人可以在各行各业里面 都成为领袖 都成为领袖 其实这是神的心意 神希望我们的儿女 都能够在各行各业里面 成为真正的教 他们也许是一个好的牧师 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教师 也可能很好的银行家 在企业界里面 他们有各样的发展 在每一个层面里面 他们都是顶尖的人物 弟兄姐妹感谢神 这是必须 他要有一个特质 就是敬畏业化 在我们过去的经验 你也遇见过 那些非常聪明的人 可是他们的性格有问题 就影响这个人 可以成为一个 好像他的机会 或者他的才干 什么都比别人好 但是他就 可是他一直都没有办法 真正的成为一个 很好的领袖 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的品格有问题 品格有问题 那求主恩待我们 求主让我们 让我们晓得怎么样 教导我们的儿女 让我们从小就要爱神 敬畏神的心 让他们一生 你就可以安然 把他交托给上帝 上帝会一路的带领他 你要相信一件事情 你爱你的孩子 我们的神 比我们更爱我们的孩子 交解神 是最有智慧的一件事情 好 那我们再看前面这一节 他说怜悯贫穷的 就是借给耶和华 他的善且业华 必偿还 弟兄姐妹 感谢神 新约也告诉我们说 我们有机会行善 我们就不要放弃 我们也不要 随时随地 我们都可以看见 周围有很多需要的人 可能你会觉得 我们台湾好像 等等都过得蛮好 其实台湾有很多 阴暗的面 有很多的老人 他们居住在 前几天 我在电视的一个节目里面 看见他们去访问那些 就在台北 一个已经废弃的 好像以前是夜市 但是后来废弃 很多的老人就住在 地下室的那样子的一个地方 那这个因为丈夫 这个身边要人照顾 那这个做妻子的 可能可以去上班 可是也没有办法 那所以一起就变成 就成为homeless 这个无家可贵 他们就住在 一群的人住在那个里面 弟兄姐妹 求主安待我们 让我们能够 祭面那些贫穷的人 你知道神爱每一个人 但是神的心在哪里 就在那些充满需要的 我们可以住得非常好 弟兄姐妹 我们感谢神 但是别忘记 别忘记 还有很多人 他们连最基本的生活 他们都没有的 这个世界 你知道他们统计 大概差不多有两亿的人 现在是活在 饥饿的边缘 就是说他们有一顿 没一顿 有两亿的人 是活在这样子的一面 那求主恩待我们 让我们能够 祭面这些人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有义有食 我们就要知主 你知道因为很多的人 连一识都是不够的 我们要祭面那些 有需要的人 所以第一个 我们是不是可以 我们教会有一个 叫做好处逼 这个关怀协会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协会 去开始去帮助 这些有需要的人 你知道我们附近 有一个教会 他们每一天中午 就预备一百份的便当 分送到那些独居的老人 那做得太好 以至于连这个市政府 也愿意跟他们合作 说你们帮我们来处理 这些事情 所以弟兄姐妹 求主祝福让我们教会 我们不但是 不只是传福音 我们也要真正的来关怀 那些有需要的人 那当然我们可能 因为你要帮助人 你必须要节 你就必须要节省 你是不是可以一个月 我们可以省下一顿饭的钱 我们来为他们祷告 我们也把这一顿饭钱 我们捐献出来 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我们可能少吃一顿 可能那些人可能 这就是一天当中 可能就是只有一顿 所以求主让我们 知道怎么样去帮关怀 因为当我们关怀的时候 这边给我们一个应许 就是借给耶和华 弟兄姐妹 我们何德何能 可以借给耶和华 而且这边下面说 耶和华必定会怎么样 偿还 弟兄姐妹当偿还的时候 一定是上肩下流 也要带安的 亲福于我们 阿们 上帝赐福给我们 今天你一定会找到 一个机会去帮助 那不一定要给钱 是不是 你也可以一句 安慰的话 一句劝勉的话 一句祝福人的话 这都是来关怀别人的 上帝赐福给你 阿们